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航空港 最具突破性的设计 最具挑战性的建设 最高效的行列系统 最智能化的跑道系统 最自动化的塔台系统 五年 1825天 斗转星移 业以继致 本着对人的尊重 从旅客舒适性和人性化出行的理念出发 天赋机场在全国首次采用 单元式航站楼的设计布局 单元式航站楼的目的 是方便旅客出行 但这种分开的单体航站楼 设计旅客在两座航站楼之间转机时 该如何便捷地换乘呢 如果依靠步行或自动人行道电梯 在T1和T2航站楼 A B C D八个厅廊之间转换 可能会花费更长时间 我们在天赋机场航站区 引入了APM旅客节运系统 这是一种在国内外 目前大型机场 广泛运用的旅客运输设施 它能够解决航站楼 到达旅客或者中转旅客损失高峰的问题 它是在这种程度 从城市中央到城市中央 APM旅客节运系统 是埋在航站区地下13米的隧道中 不同于一般的两轨交通 它由三条轨道组成 一期线路长越一公里 在T1和T2航站楼分别设有车站 穿越综合交通中心 将两座航站楼连通起来 天赋机场 采用BPM300全自动无人驾驶电车 它靠车辆底盘中间的导向轨引导行驶 早期线路施工中 导向轨的安装最关键 导向轨的对接精度 必须控制在一毫米之内 一 二 三 再来 一 二 三 好 选择这边多了吧 调整一下 一 二 三 好嘞 慢慢来 好 我们车辆是直流700正乎375的一个供电制式 它分正极轨 负极轨和接地轨 这三种轨都是在导向轨通过预留那个孔洞进行固定 导向轨软转误差大的话 造成的影响可能就是车辆运营过程中脱靴 打糊 APM 结密系统 拥有专用线路和独立路权 行驶程中不受干扰 c 绿 支撑车辆干税达 轮胎行驶的是导向轨两侧的混凝土轨道 轨道与轮胎基础的走行面平整度 直接关系到车辆行驶的平稳 混凝土表面的一个平整度 我们是要求3米3毫米的平整度 如果这个平整度在轨道上面 我们浇点水 水是不会流的 运行平稳和运量适中 使ATM旅客捷运系统 受到全球国际机场的青睐 新加坡张义机场 美国旧金山机场等全球35个机场 应用了这一系统 中国的北京首都机场 香港机场也在采用 天赋机场应用的 是中国最新一代自主生产的 APM旅客捷运系统 释放一下列车 我们现在出发 ATP上有显示飞鱼器开门吗 对 我直接打到ATP位 然后跑到T1吧 那么我们一会儿队235 门的状态 对 出发了一个UTO报警 也就是飞鱼器开门的报警 在整个APM调试过程中 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信号这一块 信号与站台门之间的连动关系 这块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车倒站了 车门开了 站台门没有实现连动 一个就是车倒站了 车门与站台门实现连动之后 它的延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设的一个要求 APM便捷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一分钟就可以达到快速一个中转的目的 如果没这个系统 我们可以想一下 那你可能要从T1T2走过去 那900多米可能要走十几分钟 天府机场 一气投入四辆APM车辆 两辆编组 最大载客量281人 五间段循环发车 双线穿梭式运行 旅客等待时间不超过两分钟 APM捷运系统 将极大的方便旅客 在两座航站楼之间的换乘 对于旅客来说 机场乘机的方便与舒适固然重要 随身携带的行李 则是他们最关心的 天府机场独一无二的行李系统 将确保旅客的每一件行李安全送达 与国内众多机场单体式航站楼行李系统 集中分线的方式不同 天府机场在两座航站楼内 同时建设两套行李系统 它们相互配合 从T型布局的航站楼中央D大厅 分别向ABC三个指廊分解 从一个指廊到最远的一个指廊的话 采用传统的输送带的方式的话 会导致这个行李输送时间过长 可能引起旅客耽误自己 为适应单元式航站楼布局 天府机场建设了国内最长的行李系统 行李输送设备总长度33公里 一件件行李 在输送过程中 最长相当于要围着标准足球场 绕95圈才能送到飞机上 如何提高输送时效 成为行李系统必须公布的难题 工程师们将传统皮带输送机 与最新的高速小车技术整合集成 皮带输送机负责安检口的行李接收 和指廊末端分解 高速小车负责中间环节的分解 两者有机结合 共同承担起行李输送的重担 由于涉及两种输送设备 安装和调试成为行李系统最大的挑战 那个先装 装到到时候钢平台有问题 我这边去协调二所那边 该改的就改 反正我们第一步要确定 我们是要做兔子来的 还有371的这个东西 不要忘了装了 会飞起来 高速小车系统 安装在事先搭建完成的 钢结构平台上 安装过程中 如果空间受限 就要对钢平台进行拆盖 这个小车呢 它跟以往的普通皮带输送机相比呢 就好像是现在的 一辆一辆的小汽车和火车来做比较 我们可以实现单个行李的分解 单个行李的跟踪 分配可以更加灵活 而不像火车一样 转向更为复杂 随着T2航站楼高速小车系统安装结束 天赋机场33公里的行李系统 全部安装到位 接下来的调试 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一直持续到天赋机场头运 这期间将进行大大小小 上万次的行李系统调试 它一个下去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卡住了 看到吧 下不去了 偷爬它往这边走的话 它就卡在那边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好像有一点问题 拿一个备件过来换一下 好吧 T1航站楼的行李系统安装 先期完成 区域性调试进行了一个月 问题不断 因为是高速小车 首先就是说 空托盘的一个管理 就是从底层控制来讲 首先一个要对话的跟踪 分解的控制 首先是一个技术难点 一个空托盘就可能是一辆小车 那可能前后的小车 它可能要去的目的地不一样 在分道口的那一刻 就是要去决定 它往左还是往右 决定小车走向的控制器 通过读取小车的内置芯片 告诉小车下一步的行为动作 当小车得到完美的控制 下一步调试 要解决的是携带设品信息的行李 能被小车内置芯片捕获 将行李装载到小车托盘中 进行捆绑之后 我们还有一层高层的一个控制软件 然后来读取到这个信息之后 可以判断出我们这个行李 是属于哪位旅客的 它是属于哪一个航班的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再下发到下面的底层设备 然后来决定它的目的地是去哪 从直击岛过完安捷的行李 以每秒两米以上的速度 在两座航站楼八个天廊之间运送 需要中转的旅客行李 还要穿越综合交通中心地下的行李管囊 到达另一行站楼 测试结果显示 整合皮带输送机和高速小车的天赋机场行李系统 输送时效比单纯的皮带机输送 时间提高一倍 这个系统我们快的是12分钟 长的做到18分钟可以送到 它的稳定性要求很高 我们要求的稳定性是99.99%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这个系统用27年 它只能坏一天 行李输送和分件过程中 33公里的输送系统 依靠150套和编程逻辑控制器控制 它是整个行李系统的大脑 1 2 3 4 5 一个脉冲是200毫米吗 对 刚刚拆了这个船口有点大 我们现在把它改小一点 13个船口的话是1米2 我们再试一下 师傅 这里五个行李 不要防点脸包 今天的调试主要是调那个转盘 汇流功能 然后防撞包的 天空机上的这个系统非常庞大 单单P2C 我们皮带机部分就有80多套P2C 就首先要单机调试 整个调试周期拉得比较长 要一年多时间 一年多的行李系统调试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整个系统这种调试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而且工期也非常紧 调试高峰期我的工程师大概有30多个 所以说才能把这个系统交付出来 而交付一个稳定安全 这个系统是我们首要的一个责任 经过高度集成 天福机场拥有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行李输送系统 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6000万人次的行李处理需求 在天福机场航站区内 分布设置88台自主执机和行李托运设备 旅客通过人脸识别自主执机自主托运 这些人性化的自主设备和智慧化的行李系统 一起显著提升了天福机场行李输送 分件 征转 旅感效率 是旅客优先人文机场的最佳体现 晨昏时飞机起降 旅客会发现跑道上有一排排颜色不同的灯光 霓虹般的灯带激发起一些旅客的美好想象 其实它们是跑道灯光和驻航灯光 为飞行员驾驶飞机起降起到警示和辅助作用 这些灯光埋在跑道内部 长期以来国内采用的是弹孔安装工艺 灯光埋深15厘米左右 天福机场突破性的采用预留灯孔安装工艺 灯光埋在37厘米的深桶里 这种深桶灯工艺在国际上比较流行 以前中国只有香港机场采用 刘永龙和刘商亭 是一对父子 他们同在天福机场的跑道上安装深桶灯 尽管儿子刘双平已是一名灯光安装的电器工厂 作为安装现场负责人 父亲刘永龙还是不放心 有机会就向儿子传授安装技艺 这个全跑道深桶灯的安装 它采用的底部进线 它可以实现那种模块化的安装工艺 现在的深桶灯 它可以在安装后进行个高度调节 以前的深桶灯安装方式它实现不了 由于实现了模块化作业 这种与跑道道面施工一起进行的灯光安装 效率比以前提高了三倍 天福机场三条跑道 仅三万套深桶的安装 比以前节约一半的时间 用时仅需六个月 这在刘永龙父亲那个年代 简直不可想象 从我父辈开始 应该说就跟机场的话 结下了远 首都第一个机场 就是我父亲在那儿做 首都机场的一期 就是他在那儿干了八年时间 刘永龙所在的单位 是一家成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国有企业 和许多一家三代 忠诚于老国企的员工一样 刘永龙的父亲 也是一名驻航灯光安装人 是第一代 他是第二代 他的儿子刘双平是第三代 自己的父亲也是自己的师父 之前的几个机场的话 也是跟着在学习 从身上学习的也很多东西 在管理方面的一些魄力 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 是从一个完全不知道的 一个还没入行的一个学生 然后现在逐渐成为公司的 一个合格的一个电器工长 对于驻航灯光安装 刘永龙一家三代 不仅当成了一个职业 代际之间传承的 还有一种精神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因为他关系到飞机在跑道起降 和滑行时的安全 他们认为这是天大的事 天府交回灯速馆 我预计拉起来之后 就开始坐盲匠的科目寺 先从西侧进入 高度是1100米 2020年冬天 天府机场进行了为期33天的 飞行校验工作 飞行校验是每一个新建机场 开航前必须要做的工作 校验飞机搭载中国自主研制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校验台 对天府机场与飞行有关的五大系统 进行测试校验 出具校验报告 我们校验是什么 比方说这床班是在一个安全的框架的 像一个盒子一样的中间在飞行 那么它飞左一点飞的 只要它在这个盒子里飞行 它是安全的 那么我们要飞行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盒子的边界给它飞出来 就是来控制好这个盒子到底有多大 我要验证它这个到底安全不安全的 所有的边界我们都要飞出来 飞行校验的五大系统是 通讯 导航 监视 灯光 飞行程序 通讯导航设备的可靠性 飞行程序的可飞性 是校验的重要内容 属于通讯导航内的盲匠系统 更是检验的重中之中 为了达到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的标准 继北京大兴 上海浦东 香港机场之后 天府机场是中国第四个 配备三类盲匠系统的机场 引导飞机落地的这个系统 叫ILS仪表着陆系统 通常意义我们叫它盲匠 就是蒙着眼睛 瞎着眼睛落地的这个系统 绝大部分的这个盲匠设备 能引导到飞机到60米的高度 这是一类盲匠 二类盲匠就能引导到30米的高度 到了咱们这个天府机场 就是三类盲匠 三类盲匠能够引导到15米的高度 15米和60米 三类盲匠和一类盲匠 引导飞机降落的高度 只相差45米 却让飞机降落时的能见度要求 从800米缩短至150米以内 这对于四川地区动物的天气来说 可以大幅提高航班的正点率和飞行的安全性 指挥校验飞机起降的 是天府机场12号塔台内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他们使用的是中国第一套自主研制的集成塔台系统 在本次飞行校验中 同样要对其性能进行检验 这套系统不仅大幅提升空管员 指挥天府机场飞机飞行的能力 其高度自动化 质量化 处理信息的水平 也将有效减轻空管员的工作负荷 越安全压力 这套系统不仅大幅提升空管制 通过天府机场的应用 我们现在中国民航已经把集成塔台系统 重新命名为叫塔台自动化系统 集成度高了以后 塔台管制员在一个屏幕上 就能了解到飞机在空中的位置 在地面的位置 现在目前的天气的情况 目前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参数 包括跑道占用的情况 这些所有的情况都可以在这一个屏幕上解决 指令少了 而且我们管制员已经给自信了 我看到的空中的动态 地面的动态 我都一清二楚了 我还有更多的时间去指挥更多的飞机 这个就是说不仅缓解了压力 而且还能够提升我们的运行效率 随着飞行校验和第一阶段试飞的结束 天府机场原来投影倒计时 空中管制员所在的一二号塔台日益繁忙 作为机场飞行指挥的中枢 塔台是天府机场最高的建筑物 他们是指挥天府机场飞行驱飞机滑行与起降的智慧之眼 也是天府机场构建起的空中高速公路的入口 这次空气调整是西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由26个机场调整了禁令港程序 我们把天府 双流 绵阳三个机场都纳入中南区 总共是六条跑道 形成了一个八进八出的一个格局 另外我们空中也形成了四纵两横的一个航路的格局 我们航空公司的燃油经济性会大大提高 运行的安全和效率都会非常便捷 我们空中的高速公路也真正的会快下来 为了让天府机场的飞机高效飞起来 继北京大型机场之后 民航空管系统再一次对国内空域做出重大调整 将成都范围内的空中管制区域增加至4.26万平方公里 是原来区域的两倍 空中区域的调整 为天府机场规划出科学的空中出行方案 2021年6月头月后 天府机场与51公里外的双流机场一起 使成都成为中国第三个拥有两座国际机场的城市 已将是国内实现两场一体零换成的机场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 早在三千多年前 生活在这里的中华先年认为 普照人间的太阳 是由天空中的神鸟驮着飞翔 这是他们崇尚光明 向往美好生活的飞翔梦想 今天 邻居着几万建设者心血 承载巴蜀人民梦想的天府国际机场 致力于打造全球最佳机场 为旅客提供最佳的体验 为经济社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实现国内国际互联互通 带动成与地区双城经济圈 乃至中国西部的发展 让中华先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 变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